地址在這邊再多一個一欄 這邊就是地址 然後後面刮5BBA 我們的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旁邊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 可以把前面的地址合併出來 並且幫我填進來 就這樣子 基本上這個按鈕怎麼寫出來的 其實我想 各位前幾個Sample如果回去有在Run過 大概應該有個概念 基本上他一定是跑一個回圈 回圈定義一個範圍 讓他去跑 那你一定要給他一個判斷 也就是把需要的字串組合之後的話 最後再把它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來 所以基本概念我想 大概前面上幾個Sample 有些需要知道的 有些需要知道的一些物件名稱 我想各位也要稍微看一下 那基本上 我們在講義裡面有稍微定義一下 就是讓大家知道這個基本流程 然後程式碼也有 已經寫出來 不過我等一下會逐步的 讓各位了解怎麼把它寫出來 好 那基本上也是一樣會跑一個for回圈 不過因為我們只是一欄 所以 一個回圈就好 不需要兩個回圈 為什麼一欄 那一欄的話呢 因為我的範圍是從第2列到第 207列 那這個地方的話 207這個數字 其實 你也不一定要自己 知道 他最後是哪一列 你可以用什麼呢 就是 模擬 Ctrl向下的 有沒有 那個 那個方式 那個範圍在 銷貨單裡面有 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最下面是哪一列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數 遮 07呢 用某一個變數去取代就好了 那以後的話 無論他是幾列 你就可以自己去產生 這個是比較火一點的程式 再來的話 這個 這個負城 負城式裡面還是可以再呼叫另外一個負城式 這等一下再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做 把它做判斷 最後輸出 就是可以把結果輸出來 其實我們剛剛跑的 這個按鈕裡面的程式就是在 这个地方各位看到的 那接下来我们逐步来看 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VBA程式要怎么样撰写 怎么样撰写 我想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逐步来看一下 从无到有 这个是已经完成的 当然如果说你要再做更好就是清除 清除之后的话呢可以再让 让使用者再重新再 再按一下按钮 比如他可能做下一个动作 那他就可以再继续合并新的地址 或诸如此类的 那像昨天我去开会 昨天应该受邀去 开一个那个证照考试的 那个专家咨询会议 找我去参加 那我看了一下那个 那个是一个电脑技能基金会 办的一个考试 那我看一下他其实他题目已经出的 已经算蛮难的 有点水准 那个考试的那个部分 其实我有分享在云端里面 在那个云端里面有一个证照考试 这个地方 你们其实可以到这边 goo.gl 这个也是一样 斜线omjw8 这边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那个 我分享里面这边有一个就是证照考题这里 那基本上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 这也可以把它当练功题 因为呢 这个题目其实基本上不算太容易 不算太容易 那 我先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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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